纾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疫情严峻 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 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补助时间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各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宇乔一哥周天纯 昨天对战加拿大级华裔选手杨灿 最后取得胜利 金融市长林友昌在赛前就替他加油打气 为国争光 去年12月周天纯回到母校金融高中 跟同学们球技交流 连金融市长林友昌都换上球衣 跟小天一队和教练对决 周天纯这次参加奥运 金融市长林友昌也替他加油打气 小天是我们机中很优秀的校友 而且是这个我们宇球界的一哥 那这个对他非常的佩服 那上次而且他非常提心厚劲 所以上次在吉隆中学的宇球馆 跟很多的小朋友一起 然后希望为这个我们台湾的宇球的小朋友来扎根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年轻人 也是很棒很优秀的一个选手 那这个很高兴他晋级 那小天加油拿到奥运金牌 31岁的周天纯曾经最高世界排名第二 现在台湾本土男子单打最高排名 2019年亚锦赛得过铜牌 2018年亚锦赛单打也拿过了一面银牌 团体拿过了一面铜牌 2016年出征礼乐奥运 直步男单八强 当时就取下再闯东京奥运的目标 这个比赛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特别注意 但是可能比赛前准备什么 然后再试用战术 一些战术跟一些球路 其他的我是觉得 遇到这个对手 比较没有问题 果然周天纯不负众望 28日在对决加拿大籍的华语球员杨洁 最后取得胜利 顺利挺进八强 在球迷加油声中 希望小天能够为国争光 夺得好成绩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 全国警戒降为二级 幼儿园陆陆续恢复上课 经由市长林佑昌关心幼儿园的防疫措施 特别前往落实幼儿园了解防疫工作 碰上学校为毕业生举办毕业典礼 除了送上祝福外 也提醒孩子别忘了防疫 家长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少帮孩子填健康 这里让我们能掌握孩子的状况 来到幼儿园市长林佑昌关心复刻后防疫工作 除了量体温酒精消毒 进入幼儿园之前防疫高规格 再三感谢市府超前部署 提供耸布清洁机 紫外线消毒灯设备 让学校复刻后能够更落实防疫 幼儿园主动降载 目前收拖五成小朋友 像是幼儿娃娃车 原本一步载16人 现在只剩下一半 那其实我们在防疫期间 学校还是有收拖 那现在正式复刻之后呢 有许多的一个家长把孩子送回来 不过大概只有不到三分之二左右 那我今天特别来视察 整个的一个学校的一个防疫的 这个做法都非常的到位 那也把我们市政府之前所补助的 包括这个紫外线的消毒灯 还有这个手部的清洁机 等等都使用得非常的好 那原方也主动的一个降载 像现在园区里面 他们只收拖50%的小朋友 那另外像幼儿这个娃娃车 那很多人担心 那其实学校也特别的把它降载 本来一部车是载16个人 现在一部车只载8个小朋友 所以是完全依照防疫的一个指引来做 原本的毕业典礼 因为遇上了疫情停课 改采线上方式举行 得知7月27号降级复刻 校方把握机会 精心安排一场小型的毕业典礼 市长林又昌亲自颁发毕业证书 给予孩子们深深的祝福 他们本来是6月份要办毕业典礼 那一直等等等到今天 刚好这个三级降二级 所以等于是帮小朋友补办 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 那这个幼儿园这边呢 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帮孩子 来办那个小小的一个毕业典礼 那没有家长参加 那是希望让孩子留下生命中 一个重要宝贵的一个基因 幼儿教育是人生 非常重要的启蒙阶段 今年的毕业生却遇上了疫情 不管是线上获得实体毕业典礼 相信会让孩子永生难忘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国际交换学生在疫情爆发后 失去了打工赚取生活费的机会 只能依靠家乡的父母资助 立法委员蔡逸应得之后 与台湾投国际交流协会 以及台北太极艺术美术师子会 共同捐赠了白米泡面等物资 给这群新南向的交冠学生 希望协助学生们维持日常生活 这四名就读重游影音科技大学的印尼学生 就因为疫情影响 被减班甚至失去打工机会 失掉了维持在台湾就学所需的经济来源 这些学生呢就是放租组 什么都学校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要出钱 然后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打工的话 我们都会就很难 对对没有经济来源 就靠父母金应该会不太过这样子 那如果防疫这段时间没有工作的 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大的一个 对 影响 对 在得知这种情况后 立法人才适应联系台湾头国际交流协会 与台北太极艺术美学师子会 共同捐赠白米泡面饼干等食物 希望帮助这群由东南亚来集容就读的国际学生 渡过难关 这次发起是因为有学生透过我们的这个协会来跟我讲说 理事长可不可以帮忙他们一下 因为他们在台湾这边就学的话 其实一方面他们很需要去打工 因为自立自主 那结果因为这样因素之下 我就来跟委员还有跟我们的张会长一起商量说 是不是有可以我们来办这个活动 来共襄盛举一下 那他们都很非常踊跃 基隆在地有一些交换学生 因为必须要半工半毒打工 那现在没有办法打工 经济失去了来源 那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一些物质上的支援 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师子会 就是台湾最大的公益社福团体 那我当然二话不说 我就一口答应 我们募资了物资 然后也是他们东南亚学生 最喜欢的家乡会的物资 然后来送给这一些学生 希望在这段疫情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 在一边读书之余 有参与打工的行为的话 至少在这些物资给他们 让他们生活能够过得下去 那主要的重点就是希望 他们在这段疫情结束之后 能够在这段期间继续能够有求学 或者是未来办公办读的过程当中 都能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两个单位 能够来抛砖引玉来做这个事情 那因为到目前为止 新住民或者是外籍的学生来到台湾 这个帮助事实上是还没有人做到的 据了解 金融市大约有84名新南向的交换学生 蔡世英期盼 透过民间社团的热心关怀 协助资深在台求学的国际交换学生 与国人一起度过疫情难关 顺利完成学业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历经四年多的努力 大金融历史场景在线整合计划的 故机修复陆续完工了 伴随修复过程的纪录片也一一完成 金融市文化局原本计划以 入天电影院的方式来播映 而受到疫情影响 该以线上展的模式 从7月22日到30日后每天晚上播出 邀请大家安心这家体验金融丰富的历史文化 这是沙湾世纪风华部分精彩片段 大金融历史整合在线计划执行多年来 不仅陆续修复重要古迹 伴随修复过程的纪录片也逐渐完成 金融市文化局原本计划以入天电影院方式播映 不过在疫情持续下决定改以线上展的方式 让民众安心在家享受丰富悠久的 金融历史文化饗宴 这几年我们陆续在金融修复了非常多的古迹跟历史建物 那在修复的过程中 有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画面跟影片的资料 我们想透过这一次线上展的形式 让大家看到金融过去的美好跟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采取的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宅在家里面 全家人一起来看金融的影片 那关心金融跟了解这块土地 线上播映的七支影片包含三大区域 包括西岸生活领域 东岸沙湾生活与和平岛考古的记录影片 其中横跨欧雅取景拍摄 去年在台北华山首映会上备受好评的小岛大历史 正是首次在线上完整播映 更是难得 这次连续九天的一个线上影展 我们大概会准备了七部影片 那其中有一部是小岛大历史 他去年在台北首映的时候 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那这一次是首次释出完整的一个半小时的完整版 也希望大家从小岛大历史看到 从基隆出发来看到全世界 还有四支首次网络播映的 基隆西岸历史场景系列影片也相当精彩 挖局方面表示 在七天线上展结束后 相关系列影片仍会持续在文化局YouTube频道 供民众点选观看 未来更希望能有城市电影院 可以播映属于基隆的电影 让民众可以更近距离的欣赏 基隆这座港都城市的独特韵味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而这个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基隆的餐厅小吃店 只要做好隔板以及实名制等防疫措施 就可以开放内用 不过七堂市中心的餐厅小吃店的做法都不太一样哦 有许多顾客也都没傻傻 不知道哪里可以内用 7月27号疫情警戒降为二级之后 基隆的餐厅小吃店只要做好隔板以及实名制等防疫措施 就可以开放内用 不过以七堂区中心几家著名老店来说 做法不太一样 有欢迎内用的像是在开源路上的阿美面店 设置好隔板及实名制 内用的顾客觉得很方便 又能吃到好吃 不必在外带回家可能闷到过烂的面条和小菜 这样开放我觉得反而吃了还有冷气 吃了还不错 对啊 我像买回去的话这个都烂掉 也不好吃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店家的生意至少都下滑六到七成 因此能够开放内用 店家虽然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但还是觉得很有帮助 我还是都有隔起来 没人家没什么影响 隔板比较多 对啊 那多比较很危险 这样 摊得少也没有 到现场关心降级后 摊商生意的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则是提醒店家和消费者 务必做好防疫措施 我们还是要多注意 因为这个室内空间毕竟还是 病毒是无孔不入的 那我们还是尽量小心 当然我们这个商家他们都有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些措施 隔板都会做好 也尽量就是说原本可能容纳十个人 他们大约可能只剩下三个人 尽量就是往这一方面来 这措施来做 尽量做到反方最好的一个状态 而在隔壁同样是七堵住民 专卖凉面的七堵地下道凉面业者 老板则是采取比较安全观望保守的做法 暂时不开放内用 只做外带 还是觉得说如果外带可以维持生计的话 就外带这样 尽量外带比较好 因为防疫还是比较重要 至于另外一家同样在开源路上有名气的咖喱面老店 业者不但做好实名制 防疫隔板更是直接做成高大的摸字型隔板 来欢迎民众内用 不过反而是有许多民众和顾客都不知道已经开放内用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内用 是包完之后看到有人进去的时候都会发现 可以内用或者是有隔板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可以内用但这都已经包好了 有些人会麻烦我说那就再帮我拆开 我在这边吃好了 这边可以吹个冷气 不然我还带回家 我家住台北或桃园的比较远 比较不方便 然后我就给他这样子 所以我看你们隔板弄得非常的确实 是希望说可以兼顾做生意跟防疫的 隔板是身为三级的时候我就做好了 只是刚做好之后 陈时中就说 要不能内用 那我就找个地方把它放起来 最近才把它拿出来洗一洗这样子 因为我母国来的我朋友现在可以吃 嘿嘿嘿 你是母国来的不是我们的 我母国 我来打疫苗 所以现在可以内用 对啊 刚才我听老板娘说可以内用 对啊 除了关心摊商生意 市立员杨秀玉也在现场发送自己设计 印有七斗马卡通版肖像 写着我是七斗人防疫最认真的潮口罩 给民众和店家提醒大家 仍得小心防疫不要松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索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减千宁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索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牌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快打纾困专线 基隆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 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多消毒量体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上呼吸道 腹泻或者是秀味觉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声音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哦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争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插活动官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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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较 请不吝点赞 打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从疫情爆发到降为二级的两个多月期间 各界捐赠的物资力挺医护行动不断 以卫府部就医院来说 期间受赠了6276个便当 其中速食便当就占了一半 而捐赠速食便当的单位中 又以中华速食技能发展协会最多 共捐赠了2205个 让基隆医院满满感恩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从7月27号开始 疫情警戒降为第二级 而从5月中疫情爆发到降为二级的两个多月期间 各界捐赠物资力挺医护行动不断 以卫府部基隆医院来说 期间受赠了6276个便当 其中速食便当就占了一半 主要由群衔格结合预胜工总共捐赠了903个速食便当 而中华速食技能发展协会最多 总共捐赠了2205个速食便当 现在就是我们由陈队生师姐在网路发起的一个捐赠的一个便当活动 那原本想说只有捐5000个便当 那现在目前已经突破到5万个了 然后续还有陆续在增加 那我们就是北中南速食店一起串点做一个公餐的一个动作 那目前大概医院防疫所消防单位还有救灾单位大概有70几个一个据点在送 然后每天大概应该有三四千个便当的一个发送的量 我们非常感谢中华速食技能发展协会 其实他们已经捐到目前一个礼拜了 那这个单位可能之后还会提供至少要 至少目前是到18号 那扣除假日节日的部分会送到18号左右 对非常感谢 卫福部基隆医院表示 不管是婚食便当或是速食便当 对于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便当和物资都表达满满的感谢和感恩 因为有各界的爱心和善心力挺 让疫情最严重时压力如排山倒海的第一线医护人员 能够无后顾之忧 专心抗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防疫期间是否会信念各国美食啊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那一咬碎满地的128层塔皮 配上中间奶油那些软到无话可说的普世蛋塔 烘焙店老板也心信纳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特制丰盛的餐盒 一千多个送往五个单位 用实际行动表达感恩的心 传说中的120层塔皮 加上精心调制的奶油内馅 进口香出炉后 看着会跳舞的表皮 神仙级的甜点普世蛋塔就上场咯 像我就蛮喜欢他们家的西式甜点 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普世蛋塔 外酥内卵 然后不会太甜 吃起来很好吃 即将迈入一家子的基隆在地知名高饼店业者 蝉联多年的高饼冠冠军宝座 而说到最受欢迎的帝王酥 红豆麻糬饼 掳获人心 不少消费者从小吃到大 直指这是最凉望的味道 我最喜欢吃真味香的红豆麻糬饼跟帝王酥 都是他们蝉联很多借冠军的饼 他们的面包也都很好吃 然后他们现在推出新的是一口酥 有五种口味 都非常好吃 很有特色 近年来多元化经营加入西点烘焙点心 在疫情期间积极研发创新口味 以好吃实在为宗旨 要给消费大众最好的味觉饗宴 那我的东西都很新鲜 我给我儿子 两个儿子跟孙子现在 我说东西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做好吃 客人才会进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客人 就是客人 觉得这个东西都很好吃 我们的和平 订婚和平 还没疫情的时候 他马祖去 不少消费者买着买着 就和老板成为了好朋友 真的很好吃 很新鲜 从我搬来这里 二十年了 每天都来买 客人都是 客人都说 来这里买买了 都变成好朋友 真的 真的好 就是这一份暖暖的心意 让老板一直对社会充满感恩 在疫情爆发后 凭着自己的力量 以发基地出发 一一打电话给暖暖区公所 消防队派出所 警三分局 矿工医院 长庚医院 以及布立基隆医院 致赠给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一千多个中西合并的餐盒 为他们加油打气 跟我儿子 跟我媳妇 孙子也出来做了 九个孙子都会做了 一家人 我就跟他们商量说 我们来做一个公寓 上次做公寓是用饼 帝王叔 今年比较辛苦 我用一盒餐盒 两百多块的餐盒 我做了一千多盒 对这个疫情有关系 有辛苦的 我都送 老板送暖 不手软 要将暖暖的人情 透过美食 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生想打工听说要先办卡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有的还要先缴钱要缴证件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不让假讯息危害